大家好,我是美味小女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再加蒸酱肉包子 加肠胃感受加的味道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和面,盆里加入中筋面粉 温暑碗里加入酵母粉搅拌化开 一斤面粉大约3-5g的酵母粉 搅匀的酵母粉倒入和面盆里面 边倒边搅拌 然后分次少量加入凉水来和面 把面粉搅成絮状的时候 再把它们揉成面团 面团揉好后盖住让它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 今天要做的是酱肉馅的包子 准备一条去皮的五花肉 然后把肉全部切成块 再把肉稍微剁的小一些 不需要把肉馅剁的太碎 锅里倒入油,油热以后加入生姜末炒香 再加入肉馅进去翻炒 把肉炒散,颜色发白的时候 加入一勺甜面酱,一勺黄豆酱,继续翻炒 炒出酱香味后关火 加入鸡精,白糖,蚝油 少量的香油 炒匀后盛入碗里 然后把香菇切小丁 再切多一些的葱花 肉馅碗里加入香菇丁和葱花 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肉馅就准备好了 然后用保鲜膜封住 放冰箱冷藏2个小时 面团发酵好了 加一小勺小苏打和面团均匀的揉在一起 这面团比较大,分成两等份 再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面团揉好后,再揉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相同的小面剂子 再用手把小剂子用手压一压 然后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皮 包上肉馅,开始包包子 包包好后,放在刷过油的壁子上面 不要着急上锅蒸 一定要进行二次饧发,20分钟 包子饧好后,直接上锅蒸包子 冷水上锅,开大火蒸 上汽后蒸15分钟 时间到关火,先把锅盖揭起一点透下气 5分钟后再出锅 咱们这个热气腾腾的酱肉包子就蒸好了 不塌陷,不回缩,又白又松软 蒸好的包子,酱香味浓郁,鲜嫩多汁 非常的美味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我头像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美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见